果果她想要吃零食的时候有一个习惯 就是不拖不抢 然后等我们开口 她才会拿过来 你想要吃零食吗 那你自己拿吧 给你吧 你拿回去吧 如果没发现她想要零食时 她就会一直站在零食旁边 你怎么老是在这里站着呢 干嘛呀 又想吃零食了 有时没发现她想要吃的 所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我给你准备一个零零 你想吃零食 你就盯上这个零零 你试一下吧 好 就这样子 就别在这里等着啊 整事一说就懂 没多久 我开始听到了果果阿玲了 好像果果的爱零声 你这么快学会了吗 你吃零食就按零零了 给你吧 果果想吃零食每次都是干做等着 自从我教她用按零的方式来提醒我们后 一整天的耳朵边都是零零零 我不要这样零零 你要干嘛呀 你想干嘛呀 麻烦哪天 当我假装不知道 她又在按零 以为我没看见 直接把零零 摘到我面前来 她直接把零零摘过来了呀 转头示意识拿零食 你暗示我去拿零食对吗 那一个低个零零好不好 这转头提醒的太明显 好吧好吧 去拿零食吧 自己去拿吧 你去拿零食过来吧 笑死了 好了好了 吃最后一个都不能再吃了 已经吃很多了 知道没 去吧 我还是把它弹起来吧 你别问了 赶紧去上厕所先 去上厕所 进去上厕所 我唱着你画里面的奶油 溜溜溜 听过的每句话都很可口 有爱有 那些多余的画面 全被调过 你也有只有我 尾巴好来 别动啊 我轻轻的抢一口 你说的 我还在回味 好嘞 仔继拿去放哈 放回去 我轻轻的抢一口 这像浓的诱惑 我轻轻的样子你都有 过来 哈哈哈哈 你舍到那缝里面去了 是不是啊 我轻轻的抢一口 我轻轻的抢一口